大家關心坐 關心坐 各位董心 必須你說要請大家總將官 老早 大家好 好 好 這麼多熟悉的臉 不過聽說還有人 不白話 所以我簡單 介紹自己 我心裡的很特殊的 是 記 有可能這是 中國人 送給我們祖公的 因為我發現 我是秘捕祖 大家不知道有 我們那個藝長 他不介紹 秘捕祖的人 有兩個 很明顯的 藝團的 那個 特色 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秘捕祖 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地方 我們這樣 稍微 肉稍微擠一下 就可以找一個 煌的存在 這是一個很 特殊的 藝團的特色 另外呢 我們說這個 我們的腳正頭 一叛 那一叛的那種腳正頭 這就是表示 你用的是 秘捕祖的 所以大家回去可以 看看 衣放起來 還是 血放起來 證明自己是不是 秘捕祖的 所以 大家如果看到我這個 電影機子 會想到說 欸 這個人 台灣在哪裡 還會有人告訴我 我是 1966年 離開台灣 去逐逐逐逐 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去讀書 那個時候 就是 差不多用的是 白色恐怖的時候 所以那天 在紀錠的時候 那時候我對上山紀錠出現 只有那個海關而已 我那個心情就覺得 很自由 所以很多人要出國 都在老面子 都在 我那個出國很高興 說你離開這個 這個 只有瓦瓦瓦瓦瓦瓦瓦 你怎麼可以變成的 地獄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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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島瓦瓦瓦瓦�院,剛剛 kim很動 他像沒辦法 我如果沒辦法 我申請這本就沒效 所以我就會針取一下 這具尺institu 又拿到那本 他說沒辦法 如果沒辦法 我申請這本就沒效了 所以我依存為止 還拿著那本ROC的 但是 帝國有一個好處給我 不是綠卡 但是它是從我英雄可以住在帝國 所以我現在回到帝國的時候 海關看著我 鳥仔看著 他說你大家住在帝國住很久 說是 我來帝國的時候你還沒出事 我要吃豆腐 所以我們時間太久了 還要講的 這個內容不至那麼多 所以我們現在用阿威就不用講 開始進入這個家庭 剛才你說國尉 將來是總將官 要去接政官 你要去接政官所接手的 當然就是 行政事務 這所謂什麼公共 原因就是我們私營的企業 它也有行政的關係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這時候要討論的內容 我們要說的是公共 所以我把我交給我 今天要給各位介紹的這個內容 有規定 第一 第二 三 第二 一 刚才我们的众议长 因为有说到美国的国会的系统 所以大家应该对民主社会的政体 有一点了解 我再补充一下 民主社会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 都是众议的国家的管理 文字的三角度 三观分立 这就是立法行政司法 这三个管理 让它独立运转 但是要保障债刑 想到独立期的时候 大家无所感 无法做人配合 就要保障债刑 才会让另外一个管理 想到变重去 国家的管理如果变重去无一步 没办法去 这样那个就是 只能说平行已经没了 这个政行 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让它过世说 法律是立法机关 冲队 由行政机关接评 由司法机关来过世 这就是三观分立 每一个有每一个 它的任务 简单 既然有很多例 正说将来 我们民政府认为 做策略跟老体的东西 这是不好的现象 所以就要冲一个法律 要规定说 这个 跟老体的东西 这就要受处法 现在这个法律 冲立后 交给警察 我们的黑雄部队 黑雄部队就要去 抓这个刀 如果有这个刀 的时候 他就要抓这个刀 但是他抓来抓 他不能对这个刀 做刀 刀 那个刀刀的工具 是法官要做四法单位 所以他就要抓去 让法官刀刑 简单说起来就是 三个人没什么 但是 有那个极厚的 中华民国 他说我就要創造 魔管 分立 我们大家看 他分成这样 有较好 没有较好 够一个刀刑 那是什么 中国的科举制度 他要 延重他的古代的传统 人家说不需要 设这个刀刑 照项他能够 分裂出很好的 刀刑 对吧 刀刑 在做什么 在领寻碎而已 你看现在目前的刀刑 拖到那种形 每个人的刀刑 都是普通 击的 我们来到那个梦子 有点准备的 伤心 很温暗 所以 将来我们绝对不继续采取这种制度 我们要遵守三观分立的制度 所以到这里大家就看出来说 我们将来在逐观行政单位的时候 这个行政单位是在執行法律 这个千万就好 我们的空间不是在創造法律 那不是在过世法律 是只有在執行法律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位 大家知道说行政单位是在執行法律的时候 要请问政府可以关劳便士 那是不行 政府可以关劳便士 那是不行 可以请押击 有嘛 有几个 不可以请押击 大多数 OK 我们今天遵守民主元族 修所 服装大所 其实这不是民主元族 这应该就是这样 政府不能关劳便士 政府是什么 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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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说的 它是在執行法律 它不是在关劳便士 这有其中 想法還回歸的時候 簡單 再用一個歸勢 民主社會 勞備時是什麼 主廊 行政單位 政府是我們請的 辛勞可以關頭的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翻多一點 我們可以下這個定義 政府不能關 勞備時 千萬有 行政的變責 這關時間是不是要跟你們跳過 行政的悠久 這也是很重要 人家說 行政的任務是在執行反律 所以一切行政工作必須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我都規定什麼 你在做什麼 我都不規定的 你不能做 所以說起來就是說 依法辦理 這個依法辦理 不是在開玩笑的那個依法辦理 這是真正的依法辦理 意思就是你不得任意炒作 行政單位不能隨便 說他要怎樣就要怎樣 你要做一切的決定 一定就要有法律的規定 如果沒有法律的規定 你不能做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又請大家要注意 依法辦理 依法的法源 是從哪裡來 應該是對立法機關所創作出來的法律 不是政黨的主張 所以政黨不可以退國家做政策的決定 我不要說 剛才一個黨 大家可能會找他出來 目前他們就是這樣在做法 再來 我們剛才有說 行政單位是只有在執行反律 但是在在特殊的正行之下 就是說 如果有入法機關的修觀的時候 行政單位可以制定執行矽則 還是實施矽則 甚至他也可以做裁決 什麼正行之下呢 我才有舉一個例 就是 只要有辦法 建築庫庫 我們要起床 申請這個建築 這一個 它可以 行政單位可以辦法 我們 遷塑 警察可以跟我們抓 要馬上跟我們開法庫 就是 警察可以做裁決 因為 那個法令有 使館給他 說你可以規定 敲塑 敲多少 要發多少 怎麼敲塑 還是說反規 那時候可以怎麼發的 所以如果有這個規定的時候 警察就直接可以開法庫 不必將敲塑的人 拿去 歡迎的 要去給福冠 再去訓 對 現在說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大家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 還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 還是不準 大家了解得很清楚 還是怎麼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拿這個實際例 說給大家了解 大家可能會記得 我們阿飛賣 1996年 第一次 在台灣參加民選 總統的時候 他選了 選了 選了之後他要登記 他學那個 很多外國 跟 中國制度的什麼 代謝 所以他選佈一個代謝 所以古早 犯罪的人 很多因為他的代謝 變成沒罪 其中有一個 民進黨的道路 不信解 他以前是 曾捕立委 去讓 中華民國給他 憑法 一百空一條 那個時候 還有這個 判亂罪的時候 所以 憑他有罪 所以他刺斗公權 立法委員的主義 他把他 消滅掉 所以他不能做這個外國 結果 讓阿飛賣給他代謝 我們這個 黃先生 他說 我就沒罪了 所以他就向 中華民國 來進步 信心 回合 真部立委 資格 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 來進步 社會 社會 施定 說這個 法律沒有規定 不准 大家想看看 法律沒有規定的 不准嗎 這是雷喔 現在聽了 我們現在再來標關 法律沒有規定的 不准 請舉手 喂 沒幫人 一個 現在 法律沒有給兩個 沒 法律沒有規定的 准 多少 哇 你們那麼多呢 壓倒多數 你們這幾 比較得數喔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准 剛才 那個雷 有時候讓人 confuse 亂去 那個 師弟 開始 他就是 好像可以說 依法辦理 不知道 依法辦理 後面的意義 是什麼 所以 無法律呢 他就不可以辦了 不可以辦 就不准了 對吧 其實呢 我們那個 那個 他也不需要 神經 因為他本來 是立法委員的 資格 比 小白 之後 因為他有罪 他現在沒有罪 當然 只聯到要 回合他的立法委員 他不用再神經 問題就是 在心情的時候 才造成困擾 我又 簡單 給大家了解 法律是什麼 什麼東西 法律是在規範我們的行為 因為有些事情 你不能亂做 所以就需要 創立法律 來給你規範 人家說 你不能淘汰人的東西 所以 創立法律 那如果 可以淘汰人的東西 就不必要創立法律 對不對 所以 法律是在規範我們的行為 不知道就需要這個法律 那如果 沒有法律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行為 沒有受到規範 當然是準 對吧 像說 古書功能 如果不跟你反鎖 成本的帝國 有些路段 看你要塞多快 塞多快 都可以 這就不跟你反鎖 大家千萬計就好 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準 定期 陳亞順 他提出問題 他說 站在哪個角度來看 如果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當然是法律 沒有規定的 是準 但是站在 行政單位 來看 法律沒有規定的 是準還是不準 對 一樣 對 其實是一樣 所謂不準 就是 中國有的公法 中國有的公法 你就不要照他就好 就不用管 就對了 不必要在行政單位 去干涉 他不叫你做這件事 你不要去做就好 對 就準了 OK 來 這個 行政 便罪 有什麼 中央跟地方 這個我看 大家都知道 將來 我們接觸的時候 我們的地方 有酒 還有有菌 中央跟地方 這個管理 有需要法分 才不會亂去 如果有整個法分的時候 就會變成 地方子地 有地方子地的地方 如果沒有 就變成 中央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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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一間總公司 控制所有的分公司 一樣 地方集管 地方子地 這是 這是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了解 這就是什麼 最好的例 就是合作社的祖節 合作社的社員 每個人都是老闆 都是獨立的 要合作 做一個 共同的祖節 來做運作 所以 有 一間這個 定子地的 這個 意思 在裡面 再來 行政機關 嚴格來講出來 我們也可以分嘴兩種 一種是 政府機關 一種是 事無單位 政府機關 在中央 和酒 和軍 都有 這個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是在做什麼 在做 政策的 研究 和議論 它不一定就要自己去執行 所以現在 中央民國的制度 是變成衛星 是現在身積的衛福部 如果要去捏食品的時候 就變成他自己都去捏 這樣 這樣對嗎 好像龍委會在觀 野生動物 要捏狗 他的狗 變成中央級的光 緣去捏狗 五行癡痛 對吧 所以這個全部制度的 亂 每一個人 每一個單位 有他的固定的關係 所以千萬 大家救好 師父丹尾就是 只有在辦師母而已 他沒有要考慮 政策的 要如何發展 去研究 當然他會 辦師父的中間 如果有經驗 有什麼好的 發言 他可以建議 但是政策的議定 那是由政府機關 我們所一般所了解的 政府機關來做 師父丹尾是什麼 跟剛才說的 警察 欺政策 佛政策 所說 這都是在辦師父的 這是 行政的師父是什麼 各位如果在辦行政工具 所研究的 三行事 就是 人 事情 還有錢 人 是什麼 行政服務的對象 是老闆時 那也可以說 老闆時 就是他的客戶 那如果是他的客戶 時 行政單位對老闆時 就不可以關了 你沒有關了的資格 一定 就要拿去 還有禮貌 現在跟我們說貼客的 實質上也是這樣 因為 行政單位的經費 是不是老闆時出的 資金錢 所以老闆出錢 讓你在那裡辦事無 你還要在那裡辦事無 你還要在那裡辦事什麼 這樣對 所以說到這 大家可能還會記得說 旁邊做出一個很好的 這個最多菜 我們要辦公司 現在 很方便 對不對 不必須離去 好像衙門 國外 可能 離去比較多 還會記得 我們 我們 要去辦公司 離去都看 那個辦事的人看不到 因為那個櫃台這麼大 你離去都這樣看不到 你在哪兒 那他正在頂上 就像 多大的 大港 跟你指緒 當指緒 所以 所以,这是说,建设到人的时候,我们的行政单位,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刚刚的事的时候,我们刚刚就中学几次了, 行政的业务就是在办法律高办的任务,既然是这样, 法律应该就要确定得很顺利,行政的质量和质量是什么? 你行政单位,要做什么事?在那个法律里面,就要确定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我再举一个恶劣,让大家知道。 ROC,大家都知道,ROC有很多法律,都有一个主观机关这个规定。 比如说,共司法第五条,有什么?主观机关是中央, 共司法第五条,也有这个规定。 行政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它的主观机关。 甚至农会的法,也有规定。 中央行政业务委员会,这还说不对。 中央是直辖室和县市政府。 请问,这些机关都是行政单位, 他们到底在管什么? 怎会让这个主管机关? 中央民国给尊卿主管机关。 他们在管什么? 他们在管什么? 有人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没错。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管什么。 既然不知道,要怎样? 最简单。 当人都管。 头管要买, 后阵也管,共阵也管。 这样绝对没错。 所以我行政单位没有做错。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灌是辨瑞的是什么? 是一种管理。 权力。 你如果有权力的时候, 大家也要政策。 所以中央民国的創作,多头马车。 如果要灌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灌。 但是问题发生的时候,有人在辅助吗? 没有啊,这个不是我执行的啊。 我是主管单位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最近,十分问题发生这样的。 有一个, 管完, 饮与辞职。 说,啊,这个我灌了,我灌了不好。 这样我就要死症。 薪水要害,老百事。 说我这个薪水都白了。 有? 没有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灌了, 所以不可以做事。 他们认为他们都是在灌的而已。 他们不是在做事。 所以我们这个灌念就要改。 行政单位是在執行法律的规定。 不是在叫你灌, 要灌什么? 你哪有什么人灌? 对不对? 再来, 最好, 当然就要摸到质。 行政单位的质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做事, 一定要钱, 要经费, 要有预算。 所以, 这个预算, 也是洗金钱, 老百事, 洗金钱。 所以千万, 我们就要借用, 不可以乱花钱。 所以中华民国的奥借桌, 我们不可以保理它。 什么奥借桌呢? 消耗预算的文化。 消耗预算。 就是说, 到年代, 还有存一些钱在的, 他们不去, 开好完, 这些奥借桌。 甚至还有, 有预算达成率。 大家听到没有? 判断一个行政单位, 他的行政效率, 好吗? 就是什么? 根据他预算, 开到质还是借。 所以感谢这个鼓励的人, 开钱, 浪费。 对吧? 所以这些奥借桌, 我们千万不能保理。 第五, 各位将来, 都是领土改善的人。 你们的领悟, 我想大家, 要注重三项。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您要整个一个, 一个很好的, 行政定用。 这怎么说? 就是说, 帮你的部门, 您就要设法, 让他们可以分工合作。 不能独立运作, 独立运作, 不合作的时候, 隔离三头, 这样就不好了。 第二, 一站一站, 要分成负责, 不能断层, 放到顶头, 要黏起来。 所以, 帮你的分工合作。 这个分成负责。 如果这样, 这个是, 很好的, 行政定用, 还是行政组织。 你有这个定用后, 你就要訓練, 很好的部署, 来担任工作。 就是要, 培用一些, 自动自发的部署。 这先决条件在哪? 就是什么? 就是, 你说, 你就要想办法, 你关系所有的每一个工作单位, 他的职责, 是什么? 每一个工作单位, 他要做什么事情, 要扶什么节眠, 要定要清清作作。 所以, 你的部署, 去接那个工作的时候, 他就马上知道, 我坐这个位, 就要做什么事情。 免你自己说, 他就要自动去做。 所以, 行政阵容, 和自动自发的部署。 在这里, 一个, 圣校的, 公圣, 一加二等于多少? 一加二等于多少? 三, 不错。 一加二, 你有一个很好的, 行政阵容, 还有很自动自发的部署。 接下来是什么? 很优良的行政团队, 对吧? 你这个团队就是, 很优良的, 工作效率一定很好。 所以一加二, 在这个地方不是三, 好, 大家救好。 再来, 你们做领路领怨, 一定要面对的, 就是要辨列预算。 你的团队预算, 你就要辨列。 阿姨, 我们的参议长, 会给大家介绍。 大家, 大家知道说, 辨议算, 要注意什么? 没有。 这些我就, 不可以介绍。 我只要在这个地方, 提起大家, 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没有福报预算, 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 所以将来, 各位, 你如果做领土领怨, 你翻预算, 没有福报的预算, 就没有被砍预算的问题。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 我们要接一招。 不是要叫各位去接班业务, 是要请各位做什么事情, 您的任务, 感动, 控制, 以及采贯。 感动是什么? 就是在感动, 您接管的担任, 是不是有尊修法力, 以及为辈子。 第一, 你要尊修法力。 而且, 你就要退老辈子。 不可以为自己, 这两个原因。 现在, 稍微可以逃时间。 好, 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日出美战。 再来, 镇领不得遗传主权,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 这三个原因, 这三条, 我们叫, 你在感动这个, 行政机关的时候, 就是要尊修这个原因。 您有什么管理? 您可以控制, 您可以临时和财务。 钱和人的管理, 是您可以控制。 所以, 您可以这样, 您会感动, 那个行政团队。 必要的时候, 您可以做财管。 人, 您可以拆掉。 经财, 您可以拆掉。 您可以拆掉。 如果不是退, 老买时要做的事情, 要花钱, 千万不能花, 您就有管理, 它拆掉。 不过才有法律在做事情的人, 他就拆掉。 还有骨头弄。 对吧? 法律的来用, 大家继续一趟。 我们是被占领的, 所在的人。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有, 我们的灵灌。 对吧? 我们要注意什么? 灌灵灌, 不能复制, 我们的财产。 所以, 以前, 沉灌, 台湾人的财产。 日本人在台湾的财产。 现在, 一条一条都要穿。 好, 时间到了。 说到这里为止。 谢谢。 各位同心, 今天下口否定休息了多钟。 我即将我们是 Hej hacoh 88分钟。 谢谢大家。 看你俩还有一iset。 告訴大家 Agora, 得听一一阶段。 他们都是读人习惠和很 protector的恨。 感谢观看